我们来看到位在南加州南海岸购物中心宣布了 第一次联合尼克森总统博物馆 推出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森中国和艺术图片展 急着请推出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了 全场热情欢呼声中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森中国和艺术图片展宣布正式开放 活动不只见证中美两国在1972年 共同创造的历史重大转折点 更象征着2016年 两国间艺术与文化的心理成碑 很多中国从南加州有第二个家 这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线的活动 我们正在发展 我们将来进入未来 文化会为我们的充电 我们可以谈论艺术和音乐 舞蹈的活动 文化和文化 走进展场一幅幅历史画面展开在眼前 图文并貌不说 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毛泽东与总理周恩来 共同开创的中美新时代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也专程派文化参赞前来 展望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我认为是对中美关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来缅怀老一辈的两国领导人的业绩呢 也是来明确我们的责任 强调没有44年前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坦诚相见 就不可能会有2016年中美两国人民齐聚南海岸购物中心 欢庆中美友谊的这一天 活动从即日起一连展出到8月18日 欢迎观众前往参观 东西新闻李中阳 叶红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